現在回答的問題是 侍奉的壓力和做人的壓力 基本上這個社會、世界是律法主義的世界 小時候開始你要乖 你不聽話沒有人疼你 沒有人喜歡你 你要成功讀得好 讀書讀得好 甚至教會應該是恩典的 信耶穌八百得救 耶穌以後幫我們 耶穌欣賞我們 耶穌欣賞的部分 很多人沒有強調 你相信耶穌得救是不恩典 之後你就要做什麼 並且要做得很好 這就是律法主義入了教會 我不是說不遵從 我其實是揭力遵從 不過如果我們擔負任何責任的後果 是可以很要命的 譬如你說 每次都很多人在聚會 有時候不是 那些人都很乖 有時候又不是 或者這個人 這麼乖 應該以後都乖 又不是 這些全部都可以有壓力 而我們有時候 真的要不自覺 會給壓力人 和給壓力自己 就是說 你又做得不好 或者自己 哎呀 又失敗了 這次又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這樣的時候 其實 就會受很多傷害 很多人是不知覺 這件事對於基督徒這麼可懷 對於生命 任何人的生命 就會盡壓力之下 其實很辛苦 因為生命有壓力 就是說我們的目標 好像天堂的聖徒 這麼輕鬆 這件事可以成為壓力 但可以成為恩典 什麼都用恩典看 但我遵從 但我用恩典推動 恩典是推動 以及能力 推動就是motivation 推動力 能力就是power 那個power是哪裡來的 可以好似天堂的人這麼開心 這個就是 神在神同在就很開心 這是恩典 你要好似天堂的人這麼開心 這是律法 我們要分析律法和恩典 兩件事 一聽就馬上分辨到 這是需要練習的 有個人說 你要好似天堂的人這麼開心 做不到 怎麼做到 怎麼開心 做不到 但如果在另一個角度 耶穌照顧一切 耶穌搞定一切 耶穌加力量給你 是耶穌感動你 腓勒比書2章13節 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混合 唯要成就他 是神推動你的做 是神給力量你做 所以我們 真的不用擔心 神背著 所以耶穌說 我騙是用我淡姐卿賞 因為耶穌是由我謙卑 祂會幫我們一切的事 所以祂會謙卑服侍我們 很溫柔 祂不會給我們壓力 於是我們便可以說 神呀感謝祢 感謝祢 我有機會服侍就好了 有些人不好的時候 不要 繼續 就算我傳了呼聲 祂不相信 神也會歡喜 這件事神會幫我 釋放我 其實我發覺 如果我們留意 神有很多聲音 我試過出外傳呼聲 那些人不相信 我覺得馬上有些不舒服 因為我習慣了起來 所以我留意到 我現在有些不舒服 那我不舒服 就是要處理 神就給我意念了 你傳了呼聲 就算祂不相信 天堂將會有一天 神就會說 這個人 我的兒女已經和祢傳呼聲 不過祢沒有信 我兒女做的是我喜歡的 但我們也有向祢傳呼聲 在神面前就混淆祂 但如果這個人說 從來都沒有跟我說過耶穌 那便沒有耶穌 所以我們盡量找機會 向人傳呼聲 神會歡喜 所以我告訴你 神要歡喜 多謝耶穌 神會歡喜 阿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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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那個責任 就是不背著 神良無教 總之有親犯過 立即處理 自己處理的智慧 每一次不同 每一樣的情況不同 所以我們看到 在侍奉中的果效不好 不要緊 我已經努力 神就歡喜 而且 流淚殺種 必歡呼收覺 我一直做下去 一定有好後果 現在無論沒有好後果 神都喜悅我做 並且那些人能幫到 感謝神 現在每次見到他們 你這樣改變 很開心 感謝神 你改變的 很開心 你們也開心 是帶起一個開心感恩的生命 以及一個開心喜樂的氣氛 在小組裏面 今天看到你 來到我很開心 你們投入很開心 你今天去做某件事 我很開心 這樣 你就會 什麼負面都處理 好了 凡是有些 這個教導需要回去教 這個律法主義和恩典 到底 我們回家有多少律法主義 有多少恩典 每天都告訴我 我所做的神歡喜 可效秘道不重要 那些東西跌捨不重要 不能死 有些什麼 就算走了的人 不能死 當時我有個牧師很特別 他不是四年聰會 但他真的看得通 當時我去到那個教會 開始中文工作 有一個人 我又不知道他是賣車 我以為他帶我去看車 他教我去看車 我看了不一定要買那個車 我去到那裡買 誰知道他罵我 他說 你看了一模一樣的車 所以去到那裡買 我知道他 原來他真的有利益 那我就很堅持 因為他說 聽他這樣 他不會回來的 初頭以後 回來的 我告訴牧師 牧師 很特別的反應 不要緊 我做什麼都要有人走 我當時後面隔開 有些被人 抱著寶寶 可以有玻璃隔著 在那裡 又有人走 我那裡上去聖餐 有三級樓梯 不過很多老人家 我整個扶手 又有人走 做中文工作 有人走 你不用擔心 當然有人走 總之你做好你的本分 這給我一個很輕鬆的心態 就算真的走 當然我檢討 我有什麼改善 或者都嘗試幫他 不過走了 我都不死 總之 有些人其實他的生命 都是很軟弱的 你怎樣幫 可能都會 譬如你幫這個人 可能他最後都不接受你幫助 但最後也可能在裡面 我們不知道 總之我就努力做好的 這是需要刻意的 我們都告訴別人 為什麼呢 哇 今天廁所漏水 哇 真的好不開心 立即就處理了 雖然漏水 已經漏了 你可以做得什麼呢 你煩惱又不會好些 你只能做的 你就馬上打電話 但在過程中 輕鬆處理 如果這樣煩 每天都有些新事 這個刻意的心態 就是 寶羅所說的 你們要靠著 你們要起落 我再說你們要起落 我需要活在痛苦裡面 其實就很淒涼 所以我會把這種心態 我覺得很高的次序 活在起落 輕鬆 沒有什麼事重達 每天都想些證明的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真的可以做得到 這個律法主義就是 去回鼓勵人 有很多人鼓勵人 你要看聖經 你不看聖經 你離開神 你要祈禱 你不祈禱就沒有力了 這個其實是律法 他不知道那是律法 你要做什麼 才有你的後果 但是呢 我鼓勵人 耶穌很想幫你 耶穌有很多能力 你祈禱真的有能力 你親近神 很舒服 很輕鬆 神會加力 就是用恩典推動 就是神會做的事來推動 看聖經 聖經有很多好好的英訊 你看到 看著他 思想的英訊 觸實的英訊 真的相信 神真的會做事 看聖經很好 你隨時有力量 有什麼煩惱 你會想到聖經的說話 這樣你就會看到 看聖經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種 很輕鬆的感覺 就是這樣推動人 譬如 傳福音 有些人說 你要傳福音 你不傳福音 他會落地獄的了 你家人也不落地獄 搞錯你信耶穌這麼久 但是我們說 神很想救他 神又救了我們 神又關心他 神也很想的 你做什麼 你傳給他 他很歡喜 神很歡喜 雖然他未必相信 但是神也很歡喜 如果你改了信 這個人更歡喜 天堂會多謝你 我就覺得 什麼事 你的祖元 你都潤著 恩典推動 由恩典欣賞 包括說話 也有多些恩典 什麼叫多些恩典 先說 神的恩典 人也有恩典 我欣賞你 我多謝你 我喜歡你 我歡喜你 我欣賞你的改變 這是人的恩典 是正面的 不是要求的 人也有說律法 聖經也有律法 但是律法怎麼說呢 例如人的 你可以這樣說 可以幾個層次 引導 探討 引導 教導 吩咐 然後追 這些都是律法 但每個層次都可以用恩典的方法說 然後就指責定罪 即是律法可以有這樣的層次 如果探討是怎樣 現在有困難 我們怎樣解決呢 這個方法很舒服 引導 你知道那條路應該這樣 他是這樣 你就引導他 你知道我要引導他 你每天這樣想的事情 你覺得有沒有益處 你現在覺得怎樣 你想不想改 可以啊 那些叫引導 然後呢 教導 需要教導 即是說 最好就是先引導導 有時需要先教導 你覺得先引導導 你覺得這樣影響你的情緒 你影響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他就說 用這個方法 也好 這個方法也好 你想我給你一些提議 好啊 可以用這個方法 告訴他 其實這些全部都可以有 因典的方法 和律法的方法 譬如 你可以說 麻煩你和我倒垃圾 多謝你啊 你真的很乖 很好啊 這是因典的方法 如果律法呢 都不倒垃圾 怎麼搞的 看了垃圾都滿了都不倒 那時候就是要求批評定罪 有時我們都要指責 但指責怎麼說呢 但最好先引導 你覺得這樣做 神會怎樣看啊 你覺得 是否一個好的見證啊 這句話都要想一想 這句話可能會 想一想 怎麼說 你覺得這樣做好嗎 然後可以怎樣改變呢 你現在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有什麼後果呢 如果那個人還是不醒 那你有沒有想到 這件事 神會好不起 神真是會追究 神真是會指責 會懲罰 這個我已經是指出他的罪 但我會用的方法 都是一個給他盼望 當彼得正要否認耶穌 耶穌就不是說 我搞錯你生年紀 我已經 沒有搞錯你真是蠢 那麼厲害 也不聽話 耶穌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止失業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 是很正面的 很加力的 我已經為你祈禱 所以我們留意 我們就算指責 我們都用一個引導的方式 讓他知道 讓他一悔過 即是說 我很欣賞你的悔過 這就是 就是用律法而律 不得好 而神的律法 我們講的時候 就好像聖先上課 用恩典推動他去尊重 那時候 人就會覺得 即是會覺得 有動力 我都想分別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 封聖神學 和我現在所講的那種 我經常都說 你尊重神 神一定會起 神會祝福賞賜 先求神的國和他一切 神會加給你 尺聖神也有講的 不過是有一個 封聖神學 我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prosperity theology 這個封聖神學 它都是講的 不過它的重點放在那些 祝福 你想有多些錢 你奉獻多些 你想要什麼 你做多些 神就給你很多 它的目的就放在 我要得到這麼多東西 這裏 我覺得 不是這個motivation 不是這個推動力 因為聖經說 你們蒙恩 不但得已 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即是基督徒也有受苦 而且我們不是追求我們得的東西 但是 我們走神的路 神是會祝福賞賜 以及會整個生命蒙福 這是真的 但是 我不是只怕受苦 所以我遵從神 而是我喜歡神 因為神這麼好 而我做的時候 神真的會賞賜 神祝福給我們 有道理 但不是經常說 你想有錢 你就快點奉獻多些 你快點全福音 你當然有錢 這個未必是真的 所以這個封聖神的分別在這裏 皇帝